我们来做一个牛油果加粥饺 放张海苔 寿司饭 铺制均匀 放整体液盖 海苔的颜色即可 现在我们翻过来 我们在里面 加入牛油果 生物鱼 我们取掉的话 一定要取得均匀一点 现在我们拿出主点 翻过去 手指顶住掉 扣进去 然后变形 按出自己想要的一个形状 两个碗里面按一下 放这一边 现在我们拿出一个牛油果 取它的一个三分之一 取皮 现在我们给它切片 推回来 现在我们把牛油果 扣上去 拿出竹链 并行 接着这种转的话 我建议给大家 就是我们拿个保鲜膜 放在上面 这样的话 更好地起一个固定的作用 现在我们把它切掉 直接把它切成八段 对棒 对棒 现在我们用竹链轻轻的定下形 可以直接把上面这层保鲜膜 直接带走 然后现在我们拿出一个盘子 然后摆入盘中 我们现在把东西炒开上 然后我们可以在上面 撒入我们喜欢吃的一些酱汁 往这里的话 撒入一个盘黄酱 慢鱼酱 我们拿出火箱 我们拿出火箱 再烧一下 接着我们可以再撒入一点点 微辣的看保鲜 然后我们在上面 再撒入少量的一个吃法 这就是一同牛油果的一个加猪脚 作品每天更新 喜欢的老铁 双击关注 感谢